一接或民眾報案 趕緊抵達現場找車手 卻沒有發現目標 反倒發現一名中年男 鬼鬼祟祟想要逃跑 原警立刻將他攔下 被原警逮個正著 卻還是不肯承認 自己就是車手 編了各種藉口 試圖蒙混過關 但就在下一秒 連詐領用的提供卡 都被搜了出來 車現在檔塊砍成 沒有 我真的是 像我這一張卡而已 又不是很多卡 我沒有一次講過 一定要很多卡 雖然不斷狡辯 但現場原葬聚貨 說什麼都不能放了他 來 我現在告訴你 你涉嫌這個詐區罪 當車手提領 男子就是在這裡領完前 準備前往交易 歷年卻被民眾發現 他領的金額實在 太大筆察覺事情怪異 這才曝光 警方趕往現場巡邏 原本鎖定年輕人 卻看到這個中年男 眼神怪異 一看見原警 就刻意閃躲 再進一步搜索 果然發現四萬多元現金 翻出手機對話記錄 瞬間讓他百口莫辯 五十四歲的陳姓車手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因為長期失業 想找工作 凡報紙廣告看見 電動玩具店真員工 只需要幫客戶領錢 就能換取一次千元的報酬 只看見利益 卻沒注意到 對方其實是個詐騙集團 讓他成了車手 留下前科 後悔莫及 記者王志文 許玉潔新北市報導